215-6017 這個跟你的規格一樣 215-6017 開始啦 來 今天是在Corolla Cross的粉絲團 哈囉 Corolla Cross的各位車友們 大家下午安 我是KT的魏經理 那今天要跟車友們來介紹的這款車 在這裡的CC的基督部 所以要介紹的車子當然是CC的 但這台車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這台車的車主有兩個訴求 因為 這台是有電款的 所以它有車領件嘛 剛好是家裡面的那個 停車的空間啊 太高了 所以就下不去 那所以車主的話 也有挑過很多的品牌 所以 KT的話 待會經理再跟各位來一一解釋一下 KT為什麼改裝之後 還是能夠保有原來一部分的舒適度 有很多一些小細節設計的地方 待會再跟一一來做介紹 但這台車很特別 這台車是 油電的話應該很多啦 但這台車是新車耶 是鋼膠車的新車 所以它的底盤 完全都是沒有灰塵的 這台是新車 這個碟盤還有 研磨的痕跡 所以這台真的都是新車 那今天要安裝KT的版本啊 是KT的道路版 那道路版 KT還有競技版 也有外掛單機瓶 也有氣壓式 像這個很帥氣的 氣壓式的避震器 都有 我們有很多不同系列的產品 那今天安裝的是KT的道路版 道路版的話 前面彈簧配置的公斤數是7公斤 後方的話是4公斤 那7公斤跟4公斤 這個也差不多是這樣的懸吊系統 這樣的車重的配置 但是彈簧的形式 還有它的避震器桶生的阻尼值 哇 這個就差很多了喔 所以這個是KT比較在行的地方 那這一個是CC Corona Cross後面的避震器 它後方的懸吊系統 是走拖一臂的系統 雖然是TNG2的底盤 可是它的懸吊系統的話 後方的話會做的比較簡潔 沒有做多連桿的 這個是後方的桶生 後方的這裡的話 所有的TNG的車系 它都有一個上座 上座的部分要沿用原廠的 那KT的話 後面的設計是做一個導裝的設計 避震器的話便在 底部的話是在上方 下方的話會有一個調整機構 方便CC的車主啊 能夠自己來調整 這一台的軟硬度 改了KT之後 不只車高能調整 軟硬也能調整 所以這個是KT 設計比較細膩的地方 那它這個 這台車的原廠懸吊系統 很多的車主啊 都反映說 它本來可能是開轎車 或者是開其他車系的 那改來這台車之後 後方後座的家人乘客啊 很容易會反應會有暈車的問題 那其實是這台車的底盤設定 會做得比較舒適 所以搖晃感再加上它休旅車 重心比較高 再加上它輪胎的扁平比比較厚 這個是扁平比 這個扁平比比較厚 所以它的舒適度一定沒有問題 可是操控性的話 就沒有那麼載行 所以改裝有兩個方向 能夠解決後座乘客 或者是改善這台車的操控感 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改避震器 第二個就是我們把輪胎的規格 像這一台車的話 是配置215 60 17 17吋指的是輪旅圈的一個直徑 我們可以把它改到19吋 讓這個扁平比的比例變薄 變薄之後穩定度當然增加 因為過彎時候的傾斜幅度 這裡的變形度不會那麼大 所以這個是兩個 最能夠立竿見影的改裝方式 這個是原廠的筒針 它有多軟 如果想要知道不同避震器的一個阻尼指 這個並不是客觀的方式 最客觀的方式 還是要上阻尼測試機 拉出它的T值跟C值的曲線 但這個用力就代表這台車的阻尼 非常非常的軟 我們在其他車系上 如果類似的底盤 像是Golf 7代的1.2升 後方也是拖一臂的系統 但它的阻尼不會做得這麼的軟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 所以KT會針對阻尼的部分 來做加強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它的彈簧長度很長 那它的設計的概念是先把原廠彈簧 做預載 預壓的動作 所以它的彈簧的公斤數的話 是比較低 那KT的話是配置4公斤 那重點來了 後方的彈簧設計 有的是做直捲彈簧 像KT的話 是做跟原廠一樣 做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這台車的後面的彈簧形式 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不相信經理所言 可以試看看其他車友 有改裝其他品牌 後方彈簧 假設是用直捲彈簧的時候 它的乘坐感覺 一定會比較硬朗 會比較彈跳 所以這個是後方彈簧的部分 那前方的避震器 超新的 這個真的都是全新的車子 它的前面避震器是賣花層 TNG的話 前面都一律是賣花層 前方上座的話 我們KT就有附一個新品 所以前方上座 總層件就不用再拆解 如果像有的品牌 它是需要沿用原廠上座 所以這個彈簧需要預載之後 再把上座拆來沿用 那在拆中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會有 安裝順序上的失誤 就有可能會有造成異應的狀況 或者是造成產品壽面縮短 所以KT的話 是副總層件 所有人件都有副 那這裡有一些小細節的地方 這裡是油管固定架 這個是理載串 它還有ABS感應線的扣具 所有的細節 KT全部都跟原廠的規格 是做一樣的 那我們來介紹後面的 後面的話 今天的車高 因為車主就是因為停車的問題 所以想要把車高降低下來 所以KT的彈簧在這裡 彈簧的上方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會太暗嗎 這個調整機構 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 這個桶針它能調整長短 可是這個桶針的長短 它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這台車所有安裝的重點 不論安裝KT或者是非KT 只有一個很重要的安裝技巧 後面彈簧千萬不要預載 預壓縮過多了 這個是拖一臂的 預載過多 低速的時候一定會很彈跳 所以在安裝時候 記得注意 這條彈簧KT是配25公分 所以它的彈簧預載 就大概3到5mm就好了 千萬不要預載過多 但不是所有的車都不能預載 是這台車後方是拖一臂的系統 我們配置的彈簧是 公斤數是剛剛好的 所以千萬不要預載 而且KT的這個作動的行程 高達17.7公分 所以它的行程的長度非常的長 自然能夠做出比較好的舒適度 後方調整軟硬度 調整阻力的地方在這裡 這裡 好看到 那我們再回到這裡 那如果這個避震器是在上方的時候 調整軟硬的方式 往順時針是變硬 往逆時針是變軟 可是現在不同了 現在後方的話是正插導樁 所以我們由下往上看的話 順時針是變硬 逆時針是變軟 所以這個是後方是正插導樁的安裝方式 所以調整阻力的時候 請大家留意一下方向 好那上座的部分在這裡 這個是Corolla Cross CC的原廠的後上座 在這個地方 因為如果這台車因為它藏的比較裡面 那我們如果把主名坐在這個地方的話 就比較不方便調整 所以我們坐在下方 車主啊 手勾到輪胎的後面 就可以調整後方的軟硬度 那調整秘訣只有一個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好那我們的話來介紹前面了 前方的話 來這條彈簧也很特別 後方的彈簧介紹過了 它是燈籠狀小燈籠 前面的話是大燈籠 因為前面這台車的引擎 還有這台車本來它就很舒適 所以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希望它在改裝了KT之後 能夠保有原來一部分的舒適度 所以前面這條彈簧 我們做了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有的車友改了其他品牌 它的前面是做直捲彈簧的話 那它直捲彈簧 直捲彈簧它的行程 它的上下可作動的行程 會比這種彈簧還要來的少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彈簧 它一條線跟剛才跟剛才 線進之間的距離 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的行程 作動的行程 能夠比直捲彈簧多出35% 所以這台車自然改了KT之後的 會比其他品牌還要來的優異一些 最主要的就是彈簧的設計 當然鼠泥也是功不可沒 另外還有兩個重點 就是KT的用料部分 都用得相當的好 像是這個避震器裡面 它是單筒的結構 上部的話是鼠泥油 下部的話是高壓氮氣 那在鼠泥油的部分 就好像是我們人體的血液一樣 所以它的傳達非常的重要 KT的所選用的主名有 是使用意大利原裝進口 一整桶一整桶原裝進口 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是從意大利進口的IP主名有 所以它的油品的品質相當不錯 如果有在其大型重機 義大利有一個重機的品牌 叫Aprilia 哪一個重機的品牌 它的前叉後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就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名油 那另外在攸關到避震器壽命 最重要的部分是油風 這個油風的話 這台日系車有很多的車主 選擇的是日本TIN的品牌 那TIN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 跟KT一樣品質都相當的好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這些的零配件聽起來 可能如果不是接觸工業產業的話 可能大家對這些品牌不是很了解 但Google以下的話 都可以了解到這些品牌 都是在那一個業界裡面 都是龍頭 所以它的品質都相當的不錯 縱使它的油風是台灣的7倍 不是7%是7倍的價錢 我們還是一直使用那麼好的 一個零配件 維持比較高水平的一個品質 那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些小細節的部分 離載串的部分 這台車改裝KT之後 離載串沿沿用原廠就好了 不需要再多花錢 買什麼可調式的 買什麼強化的 直接鎖原廠的 原廠的可能開個10萬公里 10萬公里 它的離載串壞掉之後 在更換的時候 也是使用 也是開換原廠離載串就好 也比較好找 不是特殊的規格 也不用花比較多的錢 再加購可調式的 直接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這邊 鏡頭過來這裡好了 這裡的話 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的固定扣具 這些所有的零配件 都有符合原廠要固定的位置 不用再綁束線帶 那這一台車的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如果車高降低之後 前輪的Camper會變得比較怕 所以這台車 我們在前面陽腳孔的部分 它就可以微調前輪的Camper角度 所以這個是一些小細節的地方 那前方的車高調整跟後方不同 前面的車高調整 是調整這個基座 蒂芬尼蘭這個KT的小管的基座 我們如果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旋鬆 它的筒身往拉長方向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高 所以這台車最高跟最低的 可以調整的範圍 KT的話也還蠻多的 那軟硬度的部分的話 TNG的車系 像小車系的話 它在這個飾板 所以要拆避震器的話 這個飾板需要把它拆開 所以調整阻尼的話 也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車還那麼新 我們還捨不得把它鑽孔 所以我們會把它做一個 先調整好 然後再試車 試車完畢之後 再把它固定上去 那這顆引擎就是 油電的引擎 那今天的講解會比較詳細一點點 如果車友們覺得KT的產品不錯 但是還想要了解更多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實訊我們小編 或者是說我們KT在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的經銷商 南部的店家都有實車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如果車友們有想要了解 看看KT整體乘坐起來的感覺 到底是如何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小編預約 以上是今天Corolla Cross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